在《夏而生》的後面一首歌 其實有點像我每次回到房間的一個真實狀態 經常會覺得自己在舞台上自己沒有那麼真實 然後我指的就是說我眼前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很奢侈的 所以每次 當散場之後我自己回到房間有時候會和一個人就是會比較的 你們不會嗎?你們眼之後結束後不是有一點 眼之後還有一陣對不對? 我也有的 有時候覺得這一切都美好的不夠真實的感覺 所以這首歌 有時候會 因為這首歌其實寫得有點像是我在溫暖大家的時候想要告訴大家 華晨宇其實沒有變 只是比小的時候要更多一份責任感 但是 但是 微信還是那個 十年前的那個小朋友 對 但現在已經是叔叔了 不是啊 走 唉 唉 接不上了 有兩歲若當我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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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人家確實也不行 好了 我們不開玩笑 那接下來我要演唱的這首歌 喔 哇 唱唱的 哈囉 哈囉 看到了嗎? 謝謝你啊 他們飛過去 你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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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火星 好 好 你逼我 你逼我 好 那 接下來我要演唱這首歌 當全世界光 好 好 交融可以讓世界沉默 別吵醒我的夢 假如可以让音乐停下来 啊 啊 啊 请听我 假如可以回到那一刻 我再唱一遍最爱的那首歌 假如能延续那一份热烈 就让我不只要见过 多一秒 回忆手 将我拨抖 再思考 又沉醉了我 多一瞬间加大烤热 我相信被爱着的大几个名字 就是我 假如那坠乎水 那中间 真是的一个门 假如那烟火 满天后远落 你在散落尖沙漠 假如那烟火 满天后远落 假如那烟火 满天后远落 不能够我 避免青春 淘汰我 所有快乐 拥抱我 后悲伤我 瞧瞧我们 眼里的短暴 到我回头 往上找到 幸福的深所 触摸了 是我的影子 早迷惘 所有不忘 看到我 狼狈起过 留下一首 红是我的歌 让这世界 就算放落 我算算算我 千万别想要 最终起过 千万别想要 最终起过 千万别想要 最终起过 別吵醒這個夢 別吵醒這個夢 三成之後 我也回望了我 別吵醒那個夢